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这话说呢,这海外这帮民斗啊,润人啊,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怎么说呢,九十年代的时候呢,我们啊,真接触过那种,就是说持不同政见者 比如说呢,在微信上呢,有一个人叫老王社长 比如说你在北美,你应该知道这个人叫王熙哲嘛 王熙哲在八九年之前呢,他就是参加了这个民运组织了 然后呢,一直呢,活跃在这个民运圈里 但是呢,后来很多年,但是后来呢,九十年代末的时候呢,就洗手不干了 他最有名的是啥呢,就是说 他有一次啊,在这个纽约的时代广场啊,搞绝食 一连串绝食了七天呢,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自己那个政治见解 然后呢,一下子把美国媒体都吸引过来了 整了一波大火 咱这么说啊,老王社长这个人呢,真不错 这些年,你看他活跃在这个电台上啊 活跃在北美这些,就是自媒体上啊 老王社长,你看 他虽然是不同政见者 你看人家支持的是什么 人家支持的是祖国统一 人家支持的是祖国强盛 人家支持的是祖国复兴 他呢,反对台独 反对现在台湾这两个 人家支持的是谁,人家的政治倾向是国民党 国民党是哪个国民党?老蒋的那个国民党 人家是什么?他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 什么叫持不同政见者? 我对国家,我是爱国的 国家的强大,国家的发展,国家的复兴,国家的统一 那是我们的责任,那是我们的责任,那是我们的责任 做为一个公民的责任 只不过是什么呢?我跟共产党意见不一样 知道吧?这叫持不同政见者 你什么叫职人 我可以告诉你 职人是啥?我跟共产党的政见不一样 我不同意共产党的 行了,我卖国去了 我卖国去了 那这样的人,是这样的人,在海外是比比皆是 在中国国内呢,可能也一大堆 可能也一大堆 然后结果是什么? 结果呢,他们就到处卖国 然后搞一些没用的 最开始的时候呢,还能说得过去 整个点那种,就是说 还稍微有那个意思 然后就开始红枪密室 然后就开始搞社会矛盾 然后最后呢,就先扯那些什么cosplay了 扯cosplay了,然后搞妄想狂了 搞妄想狂了 今天呢 咱们搞的这个人 咱们说的这个人呢 也姓王 叫王清盈 王清盈是个什么人呢 一个看不到自己后脑勺的小傻子 大家可能都没听说过这个人是谁 没听说过 听过去给他讲讲他的故事 特别特别的好玩 特别特别的好玩 北美这些润人呢 但是实在点的话 妄想狂特别 现在最近几年 北美的润人呢 一个就是妄想狂 另外呢,就是建国狂 成天建国搞cosplay 成天建国搞cosplay 妄想狂里边呢 有几个 最近呢,比如说 丁一多 丁一多呢 嘿 长脸的节目 看着没有 说他说要当议员 我开始看着这条退役的时候 我根本就没想勒他 你这种人还想当议员 我说你洗洗睡吧 知道吧 你洗洗睡吧 别在这儿 给我扯这个没用的 没想到长脸做了一期节目 这种事也就涂了个乐子 涂了个乐子 一路向北 一路向北这么说 刷盘子 可以刷出一个大耗子 不是 大房子 大耗子 大别野 那行,你刷吧 带着喇叭 翻个孩子 润到这儿来了 说为了子女教育 你为了子女教育 你的子女以后 可能连美国公民都没有 上大学上不了 润人润一辈子 然后你的子女 跟你一块刷盘子 刷两代人 子成副业 是不是 我不知道 倒是你问问 一路向北去 第三个 第三个人是来一杯美事 来一杯美事 说什么呢 刷盘子 给刷出长情谈来 我 我现在乐子已经受不了了 你知道吧 王清盈呢 也这种人 王清盈是什么人呢 他出生于 他是河南人 河南南洋 涉齐县的一户贫苦的农民家庭 他出生的比较贫穷 是这么回事 河南大学中文系本科 然后呢 华南农业大学研究生 学经济学的 关键词啊 这会有几个关键词 首先一个是河南 大家要记住 这是他出生的省 还有地方是南洋 南洋是他出生的市 南洋古代有一个名字 叫晚城 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 要记住这个 一个是河南 一个是晚城 这两个地方要记住 为什么呢 以后要考啊 2008年的时候呢 他就开始参加什么 所谓的民运活动啊 就搞那些搞破坏啊 颠覆 颠覆国家 国家政权啊 乱七八糟 都搞这些事 现在到什么年代了 你还颠覆国家政权 你有那两下子吧 有原子弹没 没有 原子弹 什么原子弹 可能底下有两个袋的 可能是圆的 那个圆子弹是吧 是不是这么回事 底下有两个袋的 看行不行啊 你那俩袋的可能够呛 到时候到时候给你 给你切了 你就跟我大哥差不多了 对吧 然后呢 2014年 巡行自事 就进去了 据他说呢 在监狱里呢 还遭到了什么严刑拷打 其实这些人 我跟你说 他们编的故事 这个事都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他们这些人的总编故事 你看夏业良 他说 我在国内 我被排挤 我因为说什么什么东西 被人家解聘了 就这了 然后呢 还有那谁 还有那之前的华勇 华勇是什么呢 非得是 非得是在6月4号那天 跑天文广场去 然后他去了呢 看着怕没人注意他 使劲扇自己耳光 敲自己的鼻子 然后最后呢 最后让人看着了 看着了 一看人一看人 一看人把他当傻子 后来呢 整出写了 写了个血书 怎么这么着的 你说这不没事找事吗 没事找事 就叫人抓进去了 抓进了 华勇就开始说了 我在里边被打了 我在里边 怎么着 就这个 就这个 然后整一些风言风语的 这就是投名状 这就是投名状 是自己说 首先进入监狱 进入监狱呢 肯定是投名状 在监狱里被打了 哎呀 太好了 复合美国那个形象 美国宣传中国那个 模糊的那个形象 就是这个 王清英也是 2014年进去了 2014年 据他说进去了 进去了之后呢 遭到了酷刑 还不是严刑考打 酷刑 什么 什么 什么老虎蛋啊 老虎蛋竹签子啊 然后呢 什么吊起来打呀 钻油锅呀 钻油锅 好像钻油锅不行 点天灯好像也不行 反正这个人就这么一回事 说遭到酷刑 这个 就是他润人 润出来 能润出来的一个 一个标志 润出来的标志 据说呢 他是好像是拿到了 到美国的旅游签证 留下了不走 其实啊 润到美国呢 有几条途径 有一条途径呢 是假结婚 就之前啊 我跟这些 推特上这些润人聊天的时候呢 有时候他们给他们 给他们办什么 办什么 办什么 正辟的这些人 我就假装着 哎呀 我有润 有什么途径没有 他就告诉我了 有三个途径 第一个途径呢 是 这个假结婚 我就想 大野猫没结婚 大野猫到底结不结婚啊 好像没有吧 没结婚 我没结婚 但是呢 但是呢 我呢 就是说 你也别给我找啊 别给我找 别给我找 没用啊 这是一个 假结婚 第二是什么呢 你到这块来 得到旅游签证 旅游签证呢 你就你带着不走了 这就是 王清盈就干这种事 第三个是什么呢 第三个是这个 走向 走向 就走过来了 千里迢迢 像一路向北似的 就走过来了 这三条路 王清盈就这么来的 王清盈来到这个北美 2018年 2018年的时候呢 哎 他就整了个活 他整什么活呢 他建了个国 你知道 当年那个年代啊 其实在互联网上 有那么一个人叫刘仲敬啊 刘仲敬呢 想把中国霸尔干话 就是说呢 让中国分裂成几百个家 霸尔干话 其实说就保听的话 刘仲敬你不矫调的话 中国可以把你霸尔干话 啥意思啊 刘仲敬这下干什么呢 他好像是新疆乌鲁木齐搞法医的 正好是给那个 给那个死人解剖的 哎 不是给死人解剖的啊 是这个 所以呢 正合适 你不是想把中国霸尔干话吧 你别不了解 你不了解 中国把你给霸尔干话了 把你给霸尔干话了 你肯定麻烦了 知道不 就这么回事 你说这可能吗 根本就不可能 知道吧 根本就不可能 中国呢 相对来说单一民族 然后呢 又又有这种基建呢 整个这种普通话 这种普及 现在还有这原子弹 还有原子弹 你想想 你想想 你想把这个国家霸尔干话 人不帮你霸尔干话了 找死是吧 你找死是吧 你干这种事 所以他们这些人 就刘仲敬 他们这些 这些那什么呀 这些 这些followers啊 就一个个都开始建国了 开始那什么 整的一模一样的 整出来什么 国旗 国徽 国家元首了 这八糟的 结果王庆盈这小子 就跟另外一个 其实他们俩这时候 已经沦为刷盘子 送外卖的了 俩送外卖的 建国 建了一个大碗国 大碗就是南洋啊 南洋啊 南洋之前叫碗城嘛 建了个大碗国 挺好玩的 听我接着讲啊 大碗国建立了 王庆盈 你说你建了个国 行 你还是个二把手 哎呦 你说你 我这时候我读到这块 我可因为 因为当时我们就偷着乐嘛 就看这人 这是表演 特别特别的好玩 你知道吧 他是大碗国的国物啊 他是大碗国的国物 哎 他二把手 二把 你说你是大碗国的国物 二把手 你说二把手呗 你说他这时候是啥呢 他这时候 这民运分子 兼大碗国国物 兼基督徒 然后兼怎么着 2019年出了个事 在家里打老婆 差点叫警察给送回去 在美国打老婆 非常严重啊 哎 他打老婆 抓进监狱了 也就是说啥呢 他是 在中国据说他进去过 在美国呢 他也进去过 这么一回事 再进去过 你说 你说他都是大碗国国物了 美国警察怎么不看这个 他说我大碗国国物 我有外交豁免 你知道不 你一定有外交豁免 哎 那行 你别回去 你到时候你回去就行了 差点给你送过去 打老婆 就这么一个人 就这么一个人 人品呢 非常非常不好 然后说自己是基督徒 可能基督徒 人品都不打理 徐思远呢 什么玩意 徐思远就是一个 种族主义者嘛 你看那 范世贵 范世贵 人家高华的 论美国 他好 论柬埔寨 所以没办法 这些人 你说你看 管他们叫人 是对人的侮辱 你说管他们叫狗 对狗的侮辱 你说不知道 能管他叫什么 不知道能管他叫什么 好了 这家伙 有意思来了 好了 他不是 他不是国务了吗 二把手 行 送外卖 送外卖呢 他现在送外卖了 整自行车 骑自行车 骑 送外卖 结果 一发现 回来一看 自行车就让你偷了 哎呦 自行车就让你偷了 你说你不是 大阪国的国务吗 你大阪国的国务 谁敢偷你自行车 你不是有外交货免权吗 我是国家二把手啊 你说你真扯淡 你自行车被偷了 然后呢 又买了两自行车 又买了两自行车 又去送外卖了 结果一回来一看 呀 又被偷了 哎呦 你说你这个 你说你这个 看来你这个国务是真不行 你二把手不行 你得整一把手 你得整一把手 你不整一把手 你这个自行车得 得叫人偷 得叫人偷死 再买一辆也不行 买一辆也不行 你得成立 你得什么 你得成立二把手 你二把手不行 得一把手 好了 这家伙灵机一动 哎 大阪国 我不要了 退出大阪国 跑到哪去了 在这个 在这个推特上 给他所有的 这些follow他 这些人 就是就就就就 subscribe他 这些人 干什么 哎 说他要成立 河南国 啊 河南国 好家伙 这次是终于 当成一把了 他们国家几个人 就一个人 叫他自己 光告尔斯林 河南国 他说自己 河南国 让大家给他纳税 我说我去你 我说你 我说陪你 就陪你乐呵乐呵就行了 还得给你拿税 你谁你啊 啊 就这人 就这人 就是说给人感觉 就 你说夏业良 也好整一个 整一个海豹突击队 整个海豹突击队 不管咋地 装模作样 整出点事来 对吧 你说那谁 你说河山术 河山术不管怎么着 跟王丹这帮人 坐着论道 还能还能整出点啥玩 你说耿冠军 耿冠冠军骗钱 还能真骗出点捐款 你说你王清盈 算个什么鸟 你说这是个 啊 大阪国那个总统 给他发一个疫苗 他把疫苗晒出来 晒出来什么呢 你现在成立大阪国了 你不是 你现在成立河南国了 我大阪国跟你 跟你河南国势不两立 宣战了 好家伙 你你你大阪国 大阪国之前就两个人 现在变成一个人 那个外人建了个河南国 他们俩正好宣战了 我跟你说呀 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啊 在北京 正好他们家乡 他们家乡是南洋的 好像唐河的 他们家乡是南洋的 南洋 不知道 这航河的涉起的 我不知道哪 反正南洋的 到时候我问问他 你说这个蒙青营 建立这两国 你你你认不认 你到底怎么回事 我可以告诉你 他不把我绝了不错了 你知道吧 他不把我绝了不错了 他他也经常看我节目 你说你这怎么整 对 他现在成了一把手了 一把手了 怎么办 啊 俩这人车被偷了 俩这人被偷了没办法 徒步送外卖 徒步送外卖 路上叫人家打了 打了个鼻青点钟 哎呀 你说你这就不好办了 你你说你现在是一把手 河南国的国王 河南国的国君 河南国的大总统 你怎么叫人给揍了呢 赶紧呢 跟美国建交啊 跟美国建交 说我是 我是一国元首 我叫人揍了 你赶紧 你赶紧谴责 赶紧谴责 严正交涉 对不对 严正交涉 对吧 好了 这 徒步看来是不行 买了辆小汽车 买了辆小汽车送外卖 好像是花了一千美元 他可能就一千美元 买了辆小汽车 结果怎么着 开出去没两天 刚叫人砸了 叫人家给砸了 修车费 比他买车 这个钱还要贵 他不是 他不是河南国的元首吗 一把手吗 那谁知道呢 那谁知道呢 所以你就看看 这些人都些什么玩意儿 都些什么玩意儿 一个个要么 妄想狂想 当议员的 刷出大耗子了 要不就长青藤的 再不就这了 再不就这了 建国 搞cosplay 搞cosplay呢 然后就就就 这个小孩过家家 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有时候你看他们的东西 就特别特别的有意思 有时候你看他们东西 特别特别的感慨 感慨什么 祖国强大了 你们这帮垃圾 你们这帮垃圾 终归就是垃圾堆里的 赶紧进去 不送 真的 真的回事 好好在里边待着 再见 就这么简单 知道吧 所以你看这些人 你说 他们连反面教材的这个结果 都当不上 他们呢 实际上怎么说呢 王清廷 一个看不到自己后脑勺的小傻子 也就是个小傻子 你把他当人 你把他当狗 无所谓 就这么地了 好了这期节目就到这 挺无语的说实在的 喜欢大野猫节目呢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